双手上靠慢慢走出开守所 你没有看错这个狼狈的嫌犯 就是副少李宗睿 他涉嫌性侵或偷拍34位女子 一审法官判决 性侵的部分是18年6个月 妨害命令3年10个月 总共22年4个月有期徒刑 去年李宗睿被前女友爆料 又被检警搜出大批布哑光碟 很多被害人出面指证 已经有16个人提告性侵 4个人表示也被李宗睿偷拍 其他14人未到案 一审法官总共判他22年4个月 妨害秘密的部分得一颗罚金 而且有12个人对他提出民事求偿 法官判他得付1425万 当李宗睿听到要赔这么多钱 脸都绿了还当挺苦笑 他当下会觉得还是不服气 他还是希望说我们能够为他 再继续为他争取他无罪的空间 律师表示会再上诉 而李宗睿被羁押一年多来 模样判若两人 一先打扮很帅气 头发还用法胶抓过 被压过后 法量越来越稀疏 有有的黏在头上 简直跟大叔没两样 现在干脆全部剃光 看起来垂头上气 当年意气风发的样子 已经看不见 如今一审判决出炉 他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东森新闻杨佩琪张仲华 SNG小组在台北报道